交通混乱的新北市现在有一群帅哥美女要加入维持交通的行列了 里面有拿过跆拳金牌的美女锦花 也有曾经担任过篮球员的帅哥警察 这群七字头的年轻人将负起新北市交通的重责大任 一个口令一个动作整齐化意 这群刚刚结业的交通镇警里头不乏帅哥美女 有拿过跆拳金牌的这枚女锦 又身高接近200公分的前任篮球员 曾经因为身高把毒贩直接拎起来 而个头娇小只有49公斤的女锦陈宜君 还可以独立撑起比她体重多了5倍的重型机车 一开始是都有受伤过 那后来经过学长跟教练的指导之后 就是比较知道说她那个角度跟杠杆原理 还有整个腰跟手的力量下去 众计一亮亮呼啸而过 以后新北市的交通安全 就会由这群年轻的帅哥美女组合 替大家守护每一条回家的路 这群年轻的 好好 这群年轻独合 上